Cube娛樂在14號正式宣布 穗珍正式退出Idle 未來改成五人團體繼續活動 消息一出讓所有粉絲相當震驚 因為這件事已經拖了半年 直到現在才做出退團決定 粉絲對於Cube的主力方式 感到很無虞 就讓我們把時間回到今年2月 穗珍被爆出學生時期曾經勒索 恐嚇甚至排擠同學 種種行為根本就是校園中的大姐頭 穗珍當初也發文坦稱 只有抽菸 但絕對沒有這些暴力行為 就連Cube也站出來力挺穗珍 為了平息風波 這半年期間穗珍暫停活動 成員野鬥各自展開個人行程 團體活動全部停擺 而半年後突然來個退團聲明 讓本來期待6人完整體回歸的粉絲超失望 甚至有國外粉絲罰起請願 要求穗珍歸隊 短短時間已經超過10萬人響應 相反的韓國網友則是拍手加好 還要求穗珍就算要走 也要道完歉才可以走 I've got this thing 而有韓國媒體爆料 其實Cube早在爭議爆發 當時就決定把穗珍提出團體 現在才說可能代表團體要回歸了 阿姨子在最當紅的時候 遇到隨身馬鈴風波 加上現在少了這個注意物 無疑對團體人氣是一大打擊 現在粉絲們只希望Cube之後 真的要好好經營這個團體了 巴拉採訪組整理報導 小小 hav 大卡 大卡 小放衣 將 Stick To The Mix 小放 MS